Amen 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 主我们在祢的面前要说 我们要来深深爱祢 主因为祢超过我们生命的一切 主当我们在外面迷茫走丢的时候 主祢撇下九十九只 到荒山野地里把我们这一只扛回来 主我们要在祢面前说 今天晚上主祢再来登上我们心中的宝座 因为只有祢配得这个宝座 我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祢 奉耶稣的名祷告 请坐 弟兄姊妹平安 等候神好不好啊 好 我们再给天父一个掌声好不好 我很感恩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确实是神从外地荒山野地把我们带回来 所以我这次的分享把我的PVT可以放出来 你会发现 其实我跟旧局长老跟大姐牧师 我们都有不同的教会 都有不同的分享 都有不同的服饰 跟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你发现很多东西是一样的 我每次参加任何的聚会 我都要求神给我几个圣经的经节 成为我这一次的大会 或者是分享的一个主轴的思想 我祷告了后 神给我这两节 这第一节圣经 大姐牧师早上已经讲过了 来一起练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斩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充满智慧 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所以我这一次 我的感动就是说 用这两节 一直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 在等候神的生命上面 求神继续带领我们 我很喜欢简体制 容我这么说 我比较习惯 因为在大陆住了14年 这里讲到说 他们重新得力 繁体制的中文叫 重新 跟这个重新 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重新 好像是一个 再一次来的 好像是同一个源头 新就是renew 但是这里的重新 是重新的源头出来的 我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发现 我要回到属灵的基础 我要回到我属灵的生命 我要回到我属灵的传统 这些都非常好 我们在 是用一个 从一个新的源头来开展 那我 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 一个讲义 在你的手机上面 我等一下 我这一次呢 神给我的负担 我有三次 但是第一次有两个小时 第二次有两个小时 第三次 其实有两个小时 但是呢 我有 我就用五堂的信息 那这五堂的信息 等一下我 我会跟大家 更多的分享一点 我觉得神特别喜欢阳光 我觉得神真的特别喜欢阳光 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因为中国话叫做 认重到远 弟兄姊妹 神在阳光往后的日子 要用你们 但是要用之前 神要大大的先炼净你们 就好像神炼净所有在祂面前服侍的人一样 所以这里讲到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我们不能靠我们老我的力量 往前走 我们必须要求神 这个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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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明第二章 是 也讲的是耶稣 但是 你会发现到 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这个是应该可以按下去的吗 OK 好 好 所以我每一堂我会用 两三个PPT 就讲到说等候神太忙 没时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没有时间的 尤其咱们国内来的 来到第一件事情就是阿鲁拜托 第二件事情就是阿鲁拜托 第三件事情还是阿鲁拜托 对不对 打一份工 两份工 三份工 为什么 因为我来日本有使命的 我记得我到美国去的时候 我父亲给我一个使命 有三个妹妹 她说你一个一个带 因为我的钱 只能供你一个人去美国 所以我结婚完了以后 往后差不多九年的日子 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 我们家从一子妹妹 第一个来 第二个来 第三个来 所以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信仰是不是带来 我们生活的改变 所以同样的 就是说 这不是一个特会 一个陪灵会 是一个安静等候 所以弟兄姊妹 我在这里 就是你们的一个弟兄 我信主到今天 五十九年 我不敢说 我得到什么 但是我知道 我应该得得更多 所以我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主要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 要做的事情 是改变每天的生活方式 这跟大姐牧师讲的又一样 这叫Life Style 等候神不是一个方法 等候神 甚至也不是一个秘诀 等候神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你必须要知道 你哪一天 你没有等候神 你这一天就白过了 你哪一天没有与神对齐 这一天你就完全的在 国度里面没有意义 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渴望神的平安喜乐 我们念这节圣经 来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是一天心是一天 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为了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这里讲到内心叫做里面的人 所以孩子要慢慢长大 弟兄姊妹 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 我们这一辈子的事情 上帝只问一件 我最后一堂会讲这个事情 上帝只问一件事情 耶稣在你的身上成分有多少 我们这一辈子所有累积下来的 就是神看我们 耶稣在我们的成分上有多少 所以整个等候神 其实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我也提过 我相信有几个人带笔记来了 因为我会很鼓励你们以后聚会 或者上班 这本是我的笔记 这里上班讨论的事也写在这里 灵修也写在这里 有先知给我预言我也写在这里 我说这个就是我给神的一个爱的情书 因为我们很多人想说 我到教会 我有一本笔记 我上班有一本笔记 那你就被希腊哲学一刀分两段了 不一样了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本上面 诗篇139篇讲到说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不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吗 对不起 你知道你在神那里有一本册子 我希望你在地上也有一本 关于神的册子 我会鼓励弟兄姊妹 就是说 有一个我叫love journal 爱的笔记 因为常常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它是美善 所以我希望如果你们有笔记的 尽量写笔记 第二个 不要怕 要流泪 就流泪吧 有一次 salvation army salvation army 中文叫什么 救世军 救世军刚成功 你知道救世军 他们都是按军阶来衡量 所以里面的人都是所谓耶和华的军队 所以都是军阶都很勇猛的 有一次许多事情做不好 所以他们就打了电报 去总部 给他们的创始人 叫William Booth William Booth 看了以后 他电报打回来 很简单 只有两个字 叫做try tears try tears 弟兄姊妹 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的眼泪不会白白流的 很多时候 我们跟人家讲说 爸爸妈妈想眼泪往肚子里面流 我告诉你 在神的面前一连连流吧 因为这一切的眼泪 都藏在神给我们的瓶子里面 弟兄姊妹 在等候神最舒服的时候 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开心 一面流泪一面感恩 所以在神的里面 我跟大家讲 我就是一个弟兄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弟兄 我们并没有一个特别的 一个任何的身份 然后接续下来 可能太久没有按了 好 我刚刚讲到 其实日本是一个呼召 我今天不在这里讲太详细 但我要讲到去年的12月13号 去年12月13号是礼拜三 我以前在北京服侍的一个老牧师 跟师母打电话给我跟彩堂 就一直说 我们在台北 你一定要出来给我们吃饭 那个礼拜三 那我们本来礼拜三中午 我们是跟我们的妈妈跟彩堂 我的岳母要吃午饭的 可是很急 我们就出来吃饭了 所以这个老牧师呢 就跟我们说 他说我为国内出来的人 因为我们在国内服侍很久了 我们现在大有负担 现在国内但是很难不能够去 而且管制很严格 他说我打算在外面找两个国家 在这两个国家 我要来培训国内出来的基督徒 我说很好啊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 我都阿门 好 第一个是菲律宾 我马上说我认识陈光道牧师 陈光道牧师 是台湾去菲律宾 传福音 做宣教士 已经多少年了 四五十年了 所以我马上把陈光道牧师的line 推给林牧师 好 我这个人是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我就结束了 我就说还有哪里呢 还有日本东京 我说日本东京 不行 我在日本住五年 可是我们教会对圣灵还是有点绝缘 所以我觉得说日本唯一的牧师我知道的 叫做刘天勇牧师 我这一辈子只跟他见过一次面 是2011年的9月底在东马 但是我没有刘牧师的联系方式 不过你不要担心 我找童工把刘牧师的联系方式给你 吃饭完了 我就觉得好 功课完毕 回家去 第二天 礼拜四 下午两点钟 究竟长老打电话给我 他说实长老 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说好 你可以告诉我很多事 我们常常在聊 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他就说 你知道我中午跟谁吃饭吗 我说不知道啊 他说我们可能要去日本办等候神啊 我说我们台湾还没跑透 那我还跑到日本去干嘛 他说我跟一个牧师叫刘天勇牧师吃饭 我整个人就整个麻起来了 我跟陈导演说 不可以拒绝这件事情 昨天我们才讲到 我要找刘天勇牧师 没想到刘天勇牧师找到究童 然后刘天勇牧师跟师母讲一件事情 我们认识史长老师 只有上一次 2011年12年前 我们在东马见了一次面 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见面 但是牧师师父在我心里面 留了很深的印象 没想到我在他的身上 也留了一些印象 所以日本是呼召来的 所以当我们元旦到的时候 日本震动开始 对吧 日本震动开始 我知道神在2024年 在日本要做很多奇妙的事情 台湾也不甘落后 4月3号大地震 大地方有800多个余震 在后来的三天里面 所以我们在一些震动跟不震动的里面 我觉得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现在再帮我按一下 我这个可能不太灵光了 所以很多的事情 我们再按一个 所以很多的震动 很多的疫情 很多的战争 我们按这个念这节神经来 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借着祂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这也是大姐牧师的信息 第一堂里面有的 我们里面的人 我们里面的人 所以第一次我讲到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一天 心事一天 这个内心是一个人 这里 以福所书3章16节也是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神就给我这个经节说 孩子渐渐长大 孩子就渐渐长大 所以我们说里面的人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刚强起来怎么做 所以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约瑟 摩西 所有历史历代 我们都看到 都听到许多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都有很多刚强的见证 那为什么我做不到呢 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难道我的耶稣 跟祂的耶稣不一样吗 更何况在新约里面 我们有复活的耶稣 差派来 圣灵要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 在旧约里面 圣灵是come and go 不是永远的活着 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 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当道成肉身的耶稣 从死里复活之后 我们接受了耶稣 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有安歇的所在 所以我希望 神要的是你这个人 神不是要我们的工作 神其实也不是要我们的侍奉 所以在这个动荡的环境里面 这个我上次来有讲的 我觉得说 最重要的最重要 就是一个器皿 最重要最重要是一个器皿 一个器皿决定 神在我们身上彰显的程度 我告诉你一句话 从古到今 一直到现在 神的祝福跟神的供应 没有减少 从来没有减少 但是神的祝福跟神的供应 要放在对的器皿上面 所以当我们看到 我们来念这两节圣经 于是妇人离开 以利沙去了 关上门 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儿子把器皿拿来 他就倒油 器皿都满了 他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器皿来 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 但遍地都是书里 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就方舟挪亚那里 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近方舟来 这两节圣经 对我的生活上面 有很大的影响力 真的器皿没有了 油就止住了 我们都会讲到说 哎呀这个妇人太可惜了 多接点器皿多好 多接点器皿多好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 我的看法是 我们的器皿的大小 是神给我们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你有没有去借足够的器皿 这也讲到说 他去借器皿 换句话说 器皿不是他的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是神给我们许多的容量 神给我们许多的干净 神给我们许多的学习 但是当我们愿意把器皿奉献给神的时候 油就开始倒下来 一直到没有器皿了 我们也知道当挪亚方舟的时候 挪亚放出鸽子出去 鸽子在遍地走 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鸽子就回来了 所以我常常很难过 今天为什么神的圣灵 在地上没有办法 做更荣耀 更有能力的事情 是不是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我有没有办法成为鸽子可以落脚的地方 好叫这个世代可以改变 我上次来这里分享过 我们都有一种想法 主耶稣再来 是来收拾残局 我们都有一种想法 这个世界越来越乱 已经超过我们可以掌控了 上礼拜一 22号是地球日 我们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聚集 我们就讲到 这个世界被破坏到这个地步 很多人怪环境 很多人怪一切所有的 但是我的祷告是 弟兄姊妹 当世界黑暗的时候 神不会派一个国王 神不会派一个市长 神不会派一个州长 神会派他的儿女 神派他的儿女 所以当鸽子 没办法落脚的地方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洁净 更可用的一个器皿 所以所有神的工作 都是在器皿 有一句是 圣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 这个中文我们念来念 没有神 人不能 没有人 神不做 他说 without God man cannot without man God will not 这个是圣经里面有的 圣经诗篇 115篇里面 很清楚地讲到 他说天是耶和华的天 地他却赐给世人 所以我们常常坐在那里说 上帝啊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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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啊你说 我教给你做的 你在做什么 《创世纪》第一章讲到 神说 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 跟样式造人 然后呢 使他们管理 等等 上帝说 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 他没有说 使我们跟他们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 No 他说 使他们 所以当我们看到 当我们 为什么器皿这么重要 为什么安静等候神 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必须连接在神的里面 但是当我们渴望跟神连接的时候 神的形象就落映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这一次 有三次的聚会 那我去祷告的时候 我会分享有五个小段 那我觉得很多人讲到 人的一生有三个大灾问 什么是三个大灾问 第一个 人从哪里来 对不对 第二个人要往哪里去 第三个人活着要干什么 所以我第一堂随时回转与神对齐 今天晚上我要说的 就是人从哪里来 这个器皿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一天到晚看我们的器皿 是不是看神看的一模一样的器皿 还是我们自己误导 我们的使命跟我们被创造的目的 最后一堂新天新地都更新了 是讲到我们往哪里去 但是往哪里去我不会讲太多 我主要会落在我们要去那里 我们今天怎么预备 那中间三堂就是我们的生活 第一个痛苦的时候 第二个平常的时候 第三个vacation的时候 所以叫做旷野干旱 祷告等候 平常日子 读经等候 节旗 欢庆 喜乐等候 那如果你有你的讲义的话 我们就会开始按照讲义来讲 那随时回转与神对齐呢 就是分三段 然后最后我们希望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那我们就 可能我的时间大概会跳动 我原则上希望一个小时左右 能够分享差不多四十五分钟到五十分钟 接续下来有一段安静 但是也许看圣灵怎么带领 也许我们读一段圣经 我们求神帮助你 我觉得 有一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 我常常问上帝说 在未来 因为我知道未来都要活动 未来有时的都要消化 所以 我们在祷告 就觉得说 我们到天上去 会不会 他们说 你是哪个教会的 我是阳光教会的 阳光教会 全部都进来 那牧师很开心 你是什么什么地方的 你是说什么话的 No 一个一个一个进来 所以我们进天堂 是每个人对神直接负责的 而且有可能 当世界末日越来越近的时候 说不定不能聚会 说不定没有圣经 国内我们都经历过 我在国内的时候看见 我刚才听到什么 拿到圣经那个哭啊 那个喜乐啊 是超过我们 一个家里面 我有五个不同的版本 英文圣经 我有一段时间 我还有日文圣经 我有中文圣经 有繁体字的 有简体字的 有NIV的 有King James 我们有多少 但是当真正看到圣经 经过这些患难出来的人 看到圣经 他们的感受 跟我们感受 绝对不一样 所以 我希望 在今天这两堂里面 我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与神对齐 你的天线 要与神对齐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神是很多话的神 如果你没有听过上帝说话 我觉得说 你要好好去祷告 我们的神是 非常爱说话的神 神非常爱说话 但是神也不喜欢说话 神是很矛盾的神 神是对 刚刚 Monino还是谁 刚刚有一段 神是对耳朵 听祂的人 祂是有话说的 对等候祂的人 祂是会显现的 所以如果你说 主啊 祢都没有跟我说话 祢的心 是不是与神对齐 所以我希望 我们等一下 在读经的时候 如果你听到圣灵 给你什么微小的声音 你把它写下来 因为最后一天 我们会有一段时间 让大家来分享 我分享的目的 跟George长老有讨论 我们分享的目的 并不是说 你的启示多棒 神就跟你讲话 不是这个意思 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来操练 可以跟他对齐 因为有一天 我们希望不要发生 但当有一天 不能聚会的时候 难道我们的信心 就没有了吗 难道我们的信仰 就没有了吗 难道我们的儿女 就没有了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自己在这里 最大的目的就是说 你要跟神 直接听到祂的声音 尤其在这幕后的世代里面 咱有许许多多需要分辨的 唯一分辨的方法 去安静等候神 你知道主耶稣 在科西玛尼人的时候 碰到跟彼得亚 不是带到前面去吗 所以他说 你们不能警醒骗时吗 对不对 讲了几次 讲了三次 警醒骗时是多少 你要讲说 骗时就一点时间 英文叫做one hour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有办法 我们真的花时间 甚至花一个小时 是不是能够来祷告 好 我们接续一下 我们要把它switch到我的讲义 讲义的里面 就是在有一个 这个word的文档里面 我想每个人在line里面都有看到 我第一堂是讲到随时回转 与神退期 分为第一个叫做独特的器皿 独特器皿 我们在这边如果你有讲义 我们就念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 如果你按照你的讲义的话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讲义了 这里有 OK 好打出来了 独特的器皿 好 一起来念 来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生趣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他的形象 照男 照女 这里面我觉得说 当我们回到起初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讨论 讲到我的原生家庭 讲到我的父亲 母亲 讲到许多的时候 我觉得弟兄姊妹 或者是甚至会觉得说 有种无奈的感觉 或者说我的出身怎么样 我的地位怎么样 或者说我的外貌怎么样 或者说我的个子怎么样 可是这里讲到说 我们真的是要知道 我们是一个独特的器皿 这里讲到 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 而且是造人 是造男 造女 很多人读经的时候 很多人读经的时候 会觉得说 女人下蛙不是从男人的肋骨 拿一个出来吗 所以女人就是第二次等公民 我觉得完全错误 在讲到说 他就按着他的形象 造男 造女 造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都是神造的 造男 是用创造 something from nothing 是神的创造 所以创造 亚当是从泥土 从没有造出来 所以他的属灵的吹口气 是亚当的被造 是创造 但是夏娃是从 已经有灵在身上的肋骨 拿一块出来 那个叫form 叫做塑造吧 还是它不是create 但是它是form 那如果你知道的话 从低等维生物造出来的 还是从高等维生物造出来的 其实我坦白讲 夏娃被创造 是从高等生物里面 创造出来的 因为是从男人的身上出来的 而且上帝跟 女人不要那么开心好不好 偷偷在笑 上帝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所以女人有讲话 你看我们来帮助你 多可怜啊 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女人比男人强壮 阿们吗 女人比男人强壮 而且你知道这个帮助是什么 我们用最简单的话 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做说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 照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会跟弟兄讲说 你不用去看照天地的耶和华 你不用向山举目 你要跟你的妻子举目就可以了 因为他是上帝派来帮助你的 因为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那个帮助原文 跟神自己说 我要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那个帮助是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要了解 我们是独特的器皿 我们念下一句 来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护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被造 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收藏 你的身处 那时我的形体 不向你隐瞒 所以接下来就说 我所有的事情 不都写在你的册子上吗 就是诗篇139篇 所以我会用圣经的经文 来跟大家做一些探讨 做一些分享 如果你在分享的时候 你觉得神好像跟你有什么感动 神好像跟你讲什么话 你把它写下来 你把它写下来 因为这个变成 从一个 从一个圣经的话 叫做Logos 圣经的话叫Logos 就是真理 然后变成一种Rima Rima就是神给你的启示 所以人要跟神安静等候 最重要的就是 神给我的启示是什么 但是神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启示 而是全部从祂的话语里面出来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很喜欢听人给我的预言 很好 神给我的服饰非常好 但是有个非常重要神的启示 就是他写下来的话 因为神不能背乎自己 神写出来的话 必定安定在天 必定要成就 所以我们要分辨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 我突然心里面 有一个念头进来 或有一个图片进来 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 有一些图片 我们是很觉得很奇怪的 但是我跟你讲 神是可以借着图片说话 但是更重要的 神借着图片说话 一定要进入你的根据 因为神不能背乎自己 神不能违背自己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道的时候 在这里分享的时候 如果你一句 我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写呢 因为你每天早上读经 我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早上读经 好像是家庭作业 好像是 你说不读经也不好意思 有时候牧师师母问说 你读经打关面 我读了 十分钟 四五分钟 吵吵地读过去 我希望我们每天读经 变成一个等候神的 不可缺的一部分 神常常可以借着 你早上读经的经文 跳出来对你说话 常常可以借着一节的经文 跳出来警告你 常常会借着一些经文 跳出来 让你觉得好兴奋 因为神的话是甘甜的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十篇三十四篇 所以当我们每一天 我记得有个牧师 他就说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当你信主久了以后 你看那句话的时候 有一些牧师会 嘴巴进不住的就 嘴巴会 会尝一尝 就会想到 我那个时候 我真的尝到主恩的滋味 神的爱真的在我的里面 那件事情 那个人 我所遇见的 不是谁 而是神 祂自己在我的里面 所以 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读经的时间 非常的美好 读经就好像 我到一个 我所爱的人那里 我要听他说话 早上大姐牧师也说 我记得我在追我太太的时候 那时候 他念别的大学的研究所 我另外一个大学的研究所 那时候没有手机 只有有线的 这个固线的电话 那我们三个室友住在一起 每天到七点 我一定要打电话 一天不打电话 一定要失去什么东西一样 每天一定要打电话 而且我觉得我打电话 没有讲多久 我那个室友就来踢我的脚 两个半小时了 我说 十分钟嘛 两个半小时 拜托我们这两个人等你要打电话 我们也有朋友要打电话 还是我们读经 一看 读这么久 才三分钟 我至少今天要读个十分钟 真的 弟兄姊妹 你跟爱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 那种滋味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来练习那种甜美的滋味 为什么 我跟你讲 为什么要练习有甜美的滋味 因为有一天 逼迫会来到 我最近常常跟 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讲 我说你们要勇敢 他们叫我十爸 十妈 我和他们当孩子一样 我说你们要勇敢 因为可能 因为他们都在三十五到四十五岁之间 我说我很心痛 但是我告诉你 坚持一下 也不过就是咔嚓一下 什么叫咔嚓一下 砰 那是搭头等舱上天堂 有的人在病床上躺了八年 那是搭普通车到天堂 如果到最后你坚持一下 要不要 你不要拜耶稣 我们就会怎么样 不要拜耶稣 最后 也不过就咔嚓一下 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个老奶奶 这是很久以前 文化大革命过没有多久 她没有念什么书 我还记得她的样子 很爱祖 她住的社区里面有个公园 公园上面有个石头的椅子 她就喜欢跑到椅子的上面 来传福音 你知道 没有五分钟公安就来了 她抓去 骂一顿 骂一顿 骂一顿从公安出来 你赶快回家 你儿子都要等你了 她就没有回家 往公园去 还站在凳子上 又在传福音 公安气得不得了 抓回来 抓回来以后 严厉地骂她一顿 叫她回家 她又跑到公园 第三次打她 第四次打得更厉害 第五次打到 她要她儿子领她回家 所以她就回家了 第二天上午她起来 第一件事情到公园去 弟兄姊妹 这个是信仰 已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她不是 因为这个姐妹是一个 很朴实的一个姐妹 也没念书的姐妹 她大致不是一个 她讲的圣经 也就这么几节圣经 所以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在看到你们年轻人 我真的要鼓励你们 你们要开始等候神 等候神 是跟未来我们的进入命定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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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的 等候神不是一个装饰品 等候神不是一个陪灵的 一个奖赏而已 而是变成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 当我们进入那样子的生活的方式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个神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你会发现 反而其他的事情 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真的说 在神的面前 我们等候 从来没有一秒钟的等候 是白白浪费的 我告诉你 等候神 安静神 让神圣灵对我们说话 没有一滴眼泪是白白流的 要做成我们里面的生命 这个是累积下来 我最后一堂会讲生命的累积 我们再念下一个 他从一本造出万足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们离我们个人远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这一节圣经 是我圣经里面 喜爱的经文 的许多经文里面 其中之一 我常常对 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姊妹讲 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 就是这一节圣经 因为神从亚当 一个血脉造出万足的人 住在全地上 而且神定住我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真的我们逃离不开神 给我们所定的年限和疆界 这个年限跟疆界 当然神也有答应 多活十五年的例子 神也有说 若是可行 叫耶稣再来的时候 不要碰见冬天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们是可以求 但是基本上 我们的将继和年限 神所定的 比方我现在 我今年大姐牧师服侍主 46年 因为她没有结婚 所以她服侍主 46年在教会里面 同一个教会 我娶同一个老婆 今天也是46年 都没有拂袖而去 大姐牧师就说 有时候真的想拂袖而去 其实我们正到一个地步 我们这几天还讲说 我们要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同一天去神那里 我也不要活在这里 你先走 或者我先走 你留在这里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说 我们活的年限跟将界 在神的手里面 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能够揣摩神 弟兄姊妹 神喜欢我们去揣摩他 真的 就好像孩子跑到 爸爸妈妈的身边 然后眼睛一直看你 你要看什么 我就喜欢看你 就好像大姐牧师说的 孩子跑出去玩玩玩玩玩 玩到一半 突然好像有什么事情 跑到妈妈的时候 只是旁边 然后就抱抱妈妈 可是也抱不久了 抱五分钟 两分钟 他又跑去玩了 完了以后过几分钟 他又跑回来了 弟兄姊妹 神跟我们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亲密 我记得我孩子长大 开始学讲话 一开始我太太说 叫妈妈 叫妈妈 我就不堪私 我就叫爸爸 叫爸爸 然后过了半天 叫妈妈就叫妈妈 叫爸爸就叫爸爸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要玩别的游戏了 所以后来长大 喜欢吃糖 就买糖给他吃 那我最喜欢的 他吃糖含在桌里面 把糖给爸爸弄 把糖给爸爸弄 我一直跟他讲 后来师父 躺上这边一点点 然后出来 爸爸这个给你 我开心得不得了 开心得不得了 弟兄姊妹 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 来亲近神 我告诉你 神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 在揣摩世界的事情 我们上班的在揣摩老板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在揣摩女朋友 刚结婚 还揣摩丈夫 这个男人很麻烦的 没有结婚以前 老婆 女朋友最大 一结婚以后 好像觉得变成丈夫最大 所以许多的事情 我们都揣摩 等生儿儿子 我们再揣摩我们的儿子 我们要花时间揣摩神 真是让我们花一点时间 问说 主啊 你要什么 主啊 你要什么 我不知道我今天 在我的这几天里面 有没有 我记得上次来 我有讲到 哈拿生撒木儿的故事 我很喜欢这段事情 当哈拿被匹尼娜 她的对头 因为哈拿是二老婆 所以她有一个大老婆 叫她的对头 可是哈拿不生孩子 所以她一天到人家 求孩子 求孩子 到圣殿求孩子 所以她在求孩子 求孩子的后来 先知已立跟她说 你的祷告蒙上帝的垂听了 你回家去吧 她就有信心回去了 可是她在圣殿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在揣摩神 我就用这个例子来做揣摩神 你有没有看到字句的里面 哈拿为了一个儿子 为什么要让她的对头看 为什么儿子要让她老公看 我相信为什么儿子 让她的邻居看 为什么儿子让全世界的人看 我不是不会生的 我跟你讲我是会生育的 当时女人最大的就是传宗接代 所以她说我要生孩子 可是什么时候变成 她跟上帝打话说 你若给我儿子 我叫他终生奉献给你 让他归于耶和华 你有没有去揣摩这件事情 这是自相矛盾的事情 我要一个儿子 为了展示给别人看 甚至我要报复给他们看 我也会 但是她还没生儿子的时候 当她已经确认神要给她儿子 她说我要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你 这个叫做矛盾的神学 圣经里面许多矛盾的神学 我刚刚讲的一面流泪一面喜乐 是一种矛盾的神学 可是你去念King James清定本的版本 哈拿的打话说 我要把她奉献给耶和华 英文叫做我要把她借给耶和华 我就在揣摩 为什么你要把你儿子借给耶和华 难不成你知道上帝没有儿子吗 借表示你没有 我有 我借你吗 对不对 难不成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跟神祷告 主啊 我没有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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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神突然跟他讲说 你没有儿子 难道只有你没有儿子吗 我也没有儿子 你看以利那两个儿子 都不像话 不行神的道 今天神也在寻找一些合用的器皿 到一个地步 他要跟我们借 这是我们心里面听到以后觉得很难过 但是也是很特别的事情 我们就是一个独特的器皿 独特到一个地步 神是不妥协的 神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 神不妥协的 神需要找一个独特的器皿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器皿 我们念最后这个 每个人心中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神塑造的真空 是不能被任何受造物填满的 只有神 这位创造者 自己可以填满 这是Pascal讲的话 Pascal是巴斯格 就是物理学里面有个巴斯格 他是其实所有的真空的衡量 是这位法国的科学家 这是很久很久很久几年前的 很久以前的科学家 他讲到说 我们人受造 我们的器皿是这么奇妙 因为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真空 他就用真空 Vacuum 他用真空来形容 他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像神形状的真空 这个像神形状的真空 除了神装进去以外 所有别的事情是不能填满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再说 等候神不是一个选择 等候神是一个回家的路 一直到我们回到家 一直到神把他的形象再次的填满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得不到满足 你可以追求许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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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 早一点醒悟 就早一点回家 我们看下一章 我要按了不好意思 好 好 我们来念这节圣经 神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我们念下一章 我们下一节 耶和华对 对不起 亚伯拉罕 这个我翻成简体字 可能或者 书家王 我要指示是你们的地去 我必让你成为大伯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祝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主 都要因他得福 所以这个独特的器皿 神是说我要有一个独特的要求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到说 我觉得神要使用阳光的弟兄姐妹 我也说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看你怎么看 因为神有独特的器皿 祂会有独特的要求 我上次来听到我们里面的弟兄姐妹分享 就是有一天好几年前 突然教会决定儿童主日学全部用中文教学 我听了以后很震撼 非常的震撼 为什么 因为我在美国住了18年 在这18年的里面 我们反反复复 就是这些叫ABC 就是美国生的中国人 American born Chinese ABC 我们究竟要用中文还是用英文 妥协派出来了就用英文 强硬派的右派又出来了 又要讲中文 我们就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不知不觉孩子就长大了 中文也不行 英文更差 所以当我知道以后 我知道神给阳光一个命定 你们要祝福日本许多的教会 你要祝福日本很多的教会 这是一个独特的要求 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主 王某都要指示你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说 我必赐福给你 让你的名为大 没有停在这里 你要别人得福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希望把所有的福都 揽在我们的身上 我不介意 我也不反对 但是当神原来对 亚伯拉罕讲的话 就是那为你祝福 你要叫别人得福 我们存在的目的 其实是要别人得福 我们不是要把所有的祝福 拢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好 我们看下一章 好 我来按一下 好 有独特的价值 好 我们念这两节 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 我们念成了 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 就赎诸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说 反正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临到外邦人 叫我们因信 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好 我们就念这一节 我们当看到 神应许亚伯拉罕说 你所祝福的 我必祝福他 为你祝福的 我也祝福他 这个就是讲到说 你会从圣经里面 当亚当夏娃受造 他们没有办法 越过那个欺骗人的 所以他们吃了 分别三样的果子 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 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写这样的事情 然后基本上 就下来第四章 第五章 先讲到世界上不同的文化 然后后来慢慢讲到 赛特的子孙 然后到第十二章开始 你发现圣经就转了一个方向 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 神就开始寻找器皿 亚伯拉罕是第一个 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 都在讲 他在寻找器皿 因为从创世纪十二章 开始到启示录所有的 就会看到 有的是跟从圣灵 有的是有亚伯拉罕的祝福 有一种的人不跟从圣灵 没有亚伯拉罕的祝福 所以这个 从创世纪十二章 亚伯拉罕 一直到启示录第22章最后 你要发现整体的里面 就是一条线 这条线从分别善恶术的线 连接到生命术的线 虽然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说他们与我们相似 不能够再摘生命术的果子 但是你从创世纪十二章里面 神就预备耶稣 因为只有耶稣来 能够恢复我们在生命术里面的果子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 为什么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 你必须求神帮助我们在每天与神的连接 我上次来有分享 过去大概四年多 从COVID一开始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我的妻子每天早上是守主餐 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 而且我们深深地觉得耶稣为我成了咒诅 我没有一天可以失去神 耶稣为我所成就的事情 所以不但我们守主餐 而且我们也为我们这个血脉 从他和我的下面 为我们的儿子 为我们的媳妇 为我们的孙子 为我们的孙女 希望从这里面 耶稣基督的宝血进来 你知道血 圣经里面讲到 血是带着生命的 所以从耶稣的宝血 我们借着 耶稣说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不是说这是预表 或者是代表 这是我的身体 你们拿着喝 这是我的血 我跟你们立约的血 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凭着信心 把耶稣的身体 把耶稣的宝血 接到我们每一天 我们的吃喝的里面 我们的祷告说 这个是不是 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DNA 当我们变成我们的DNA的时候 这个DNA会传到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媳妇 我们的孙子 我们的孙女 他们的配偶 将来一直到世世代代 所以耶稣被我们成了咒诅 这件事情 我要弟兄姊妹 好好地来思考 这是一个叫做 不等价的兑换 不等价的交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那个电影 叫Passion 那个电影 就是描述 耶稣被定十字架 耶稣的鞭商 我不知道你每次看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好难过 为什么 因为那个应该是我 不要觉得耶稣好可怜 不要耶稣觉得我好难过 难过是一回事 你要知道 那个人就是我 那样子的感受 你就觉得不一样的 因为觉得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每一天花时间在安静 在等候 在思考的时候 神会带我们进入 祂的性情的里面 进入祂的实际的里面 进入祂的要求里面 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达到神的要求 唯一的办法 就让祂进到我的里面来 我们主日学的时候 都学过一个故事 有撒旦在敲门 你出去一开门 就被打死了 所以老师就说 撒旦在敲门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叫耶稣去开门 阿们吗 叫耶稣去开门 耶稣去开门 撒旦就跑掉了 所以我们念下一节圣经来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朵云彩 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很多人念到第八节 说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就停了 我是非常喜欢 把第九节念出来 因为我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我常常喜欢接下去问的是 那这些人看不到耶稣 看到谁 看到门徒 对不对 当这个世界 假如看不到耶稣 看到谁 看到我们 看到我们 所以何等的需要 我们需要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不只是做得着能力很好 我们都说 主要我要得着能力 我要从耶路撒冷 我要到 从撒玛利亚 我从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这些都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你不能在耶路撒冷 让人家 看不到耶稣 看到你的话 你出去 人家也看不到耶稣 我很喜欢 去做宣教的工作 但是我更鼓励 我们先做 本地的宣教工作 我更鼓励 我们先 从我们家 从自己的家族 开始做宣教工作 我告诉你 全世界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跟家族做宣教工作 别人都好说 别人都好讲 可是家族就说 你说什么 我看着你长大的 你那些坏点子 坏事我还不知道啊 你说对 就是因为这样说 我跟你传福音 你看我现在不一样了 阿们吗 真的 神给我们有独特的要求 这个要求是我们要去 要做 好 我们看下一个 独特的价值 我们讲稍微快一点 不过我可以随时停 因为我们等候神 不在乎讲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圣经的经文 我希望我们看的时候 我来分享一些 我在读这节圣经 这段圣经的时候 神怎么触动我的心 我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相信 你们回去读的时候 你们安静 神照样触动你的心 因为什么 因为耶稣是同一个耶稣 阿们吗 圣灵是同一个圣灵 阿们吗 所以你跟圣陶说 主啊 你感动他 你要感动我 那因为上帝说 你是谁 你说我是你的儿子 我是你的女儿 你必须要常常回到上帝面前说 耶稣圣灵 我又来了 你说好 我记得你 因为上次见到你是超过48个小时以前 你再不来我都不认识了 因为世界人那么多 我怎么有办法认识这么多人呢 开玩笑的 但是我觉得神认识我们 因为我们有独特的价值 我们接这段圣经来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承设的月亮星数 便说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万物就是一切牛羊田里的兽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环金型海盗的 都扶在他的脚下 这节圣经 这段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不起 我差不多每一节圣经都非常重要 我们看神指头所造的天 你知道神用指头可以造天 神的指头非常厉害 神的指头非常厉害 所以你开车 怕那别人超车 不要拿你的指头 指头是非常神圣的东西 阿们吗 我告诉你 当神在十灾 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 第一灾 水变血 埃及的术士怎么样 照样做了 第二灾 第三灾 我忘记是第三灾还是第四灾 埃及的术士就不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法老就问他们为什么 你如果去看中文的话 他写说这是神的作为 可是我喜欢看英文的版本 川普 him 王 王 一直 上文 王 王 王 他说 他说 this is the finger of god 神的指头一动 我们行速式的没办法 所以你不要看 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神一个指头胜过我们的一个大腿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跟上帝来讨论这些有的没的 我跟妳講 祂所創造的 然後變說人算什麼 妳已經眷顧祂 世人算什麼 妳已經顧念祂 妳已經眷顧祂 妳叫祂比神微小一點 我們翻譯成 妳叫祂比天使微小一點 其實或作神 就是原文的歷史裡面 妳讓祂比神微小一點 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 舊主長老的講到我的選擇 我覺得神最偉大的創造 就是給人選擇權 我也要說 神最危險的創造 也是給人有選擇權 所以當我們有選擇權的時候 我們比神微小一點 然後給我們冠冕 叫我們管理 所以弟兄姊妹 我真的是說 妳在安靜等候神的時候 妳要跟神說 我是獨特的器皿 妳對我有獨特的要求 但是我有獨特的價值 我的價值 遠比我的同事 遠比我的靈舍 遠比我的人都不認識我 我比神微小一點 又派我管理 祂所所造的萬物 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獸 空中的鳥 海底的魚 所以前天我們跟幾個弟兄姊妹 在討論 什麼叫巴比倫系統 什麼叫希伯來系統 我們在討論 什麼叫巴比倫的經濟 什麼叫希伯來的經濟 我覺得神在末後的世代裡面 剛剛大姐牧師分享 我覺得給我們有很大的啟示 因為這個疫苗來的時候 確實有許多的人覺得說 神給我啟示 不要去打疫苗 那有許多人 包括我自己 就覺得說 我們要出去 沒有那個黃色的小本 我們不能夠出去 海關要看 你有打第一劑 第二劑 還有打什麼 booster 還有兩劑半 所以我跟我妻子都打了兩劑半 但是事情出來以後 等到很多聯合國 很多的聯合 對聯合國的報告 將許多出來的時候 發現原來藥廠出來的 許多秘密的文件裡面 發現這裡面 對聖體有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神容許 這樣的事情發生 叫我們真是 連許多的小事 要與神對齊 我們許多的事情 要與神對齊 我也不是說 我們以後一定不會有疫苗 但是這個事情是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的 大姐牧師講到說 芯片要打 我跟妳講 馬斯克已經有芯片了 已經打了 而且在澳大利亞 已經打在這裡 然後變成一個 credit card 已經有了 已經這樣的事情已經產生了 所以當我們在面臨後面 獨特的選擇的時候 我求神保守帶領我們 讓我們知道怎麼樣 在神的恩典 和神的保守帶領的裡面 讓我們能夠接續下來 因為我們的獨特的價值 是最後這裡 神愛世人 來 神愛世人 神愛她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她的 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因為她的兒子將士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 因她得救 兄妹 滅亡是有的 我們唸這次聖經 都喜歡說 一口氣呼倫吞的就是說 叫一切信她的人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 叫人假不至滅亡 反对永生 我会讲不是灭亡 灭亡是有的 不然神不会这么写 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下面这一节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寻找珠子 遇见这个冻架的珠子 就被变卖他一切所有 买了这颗珠子 你知道这个宝贝是什么 你知道这个珠子是什么 宝贝跟珠子就是我们 宝贝跟珠子就是我们 弟兄姊妹 你可以想象 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会讲 《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 神对约翰说你上到我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 我觉得我们需要在 你在安静神的时候 你真的会发现 神会提升我们从上面看下面的事情 而不是从下面看上面的事情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 我感觉说 当在以福所书一开始就讲到 其实我们是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耶稣里面 神就已经拣选我们 这句话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创世之前 父子圣灵在天上常常开会 我们来照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因为你要知道 在天上没有时间的观念 时间是 是第四天才创造出来的 所以在永恒里面 没有时间的观念 所以我不知道在那永远到 永远的时间里面 父子灵在那里开会的时候 就讲到 我相信圣灵也讲说 那不然这个怎么办 不然那个怎么办 我个人相信 你真的要让他有自由意志吗 这是多危险的事情 你知道天使就是这样的堕落 天使没有身体 你更要把他有身体 然后天使没有身体 他都可以这样的 路西佛都能够去 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都在叛变 你更冒险 这个不但是一个灵 而且你要造灵魂体 而且给他们自由选择 于是父子灵就在那里 我不知道花多少时间讨论 所以父就跟子讲说 我们相信 一定会有犯罪的事情 犯罪 耶稣你要下去拯救 耶稣你要得胜 你看 耶稣不是下来 就是一个尊贵的王子 他下来是马朝的银海 所以你要知道 魔鬼撒旦 用千方百计 要扼杀耶稣的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在这里谈许 许多多这些事情 但是我要提的就是 在天国的会议里面 已经知道 亚当的族类 就是这个宝贝 亚当的族类 就是这个珠子 所以为什么说 他把珠子 去寻找好珠子 去变卖所有的 去把这个珠子买起来 那更有意思 他碰到宝贝以后 就藏起来 就藏起来 不是去买这个宝贝 买什么 买这块地 弟兄姊妹 所以神爱的是这个地球 将来有一天 神再回来的时候 新天新地 周围团讲到 神是从天而降 不是我们升天而去 是天国 新天新地 从天而降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在 我想我们等一下 我们花一点时间 我们来整理一下 我们念这段圣经 我们安静几分钟 再念一起来 人若自杰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想今天信息量 可能稍微大一点 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 安静五分钟的时间 你想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听到什么 因为你里面的人 要刚强起来 你知道里面的人 也有眼睛的 也有耳朵的 也有手 所以你一定 灵的里面 你有听觉 你有视觉 你有嗅觉 你有味觉 你有触觉 你怎么样 让你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因为只有靠着心灵的力量 刚强起来 你还能够分辨 周围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安静 几分钟的时间 让圣灵对我们来说话 让圣灵提醒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独特的 独特的创造 也计创造 那我独特的使命是什么 你在我的册子上 记载什么事情 在我的心里面 有一个神的形象 除了神之外 不能够满足 求神提醒我们 求神提醒我们 是不是神跟你说 你追求这个 你不会得到满足 你追求那个 不会得到满足 神 神 也是独特的神 当我们渴望 被爱 这个心灵 居然是神 祂伟大心灵的缩影 我们说 主啊 你等着我来爱 你等着我来爱你 你渴望我来爱你 把你给我的生命 再还到你的手上 我们是独特的 有个叫圣法兰西斯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他讲到 我们一个人 都好像只有一滴水一样 当我们装到自己的瓶子里面 我们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当我们把这滴水 滴到大海里面 一下子 这滴水就不见了 但是过不多时 大海的每一滴水里面 都有一个我 因为把我们 融在大海里面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实在太爱我们 说你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说你差遣你 独一的 唯一的 来到这个世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主 我们怎么能不说 主 你在我们的心里面 也是唯一的 主 你把我们 游荡在外面的心 再次躲回来 主 叫我们真是说 我们 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一直到我们满足在你的里面 谢谢主 让我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器皿 主 叫我不再 看自己的独特 好像是缺点 叫不再看自己的独特 好像是过错 叫不再看自己的独特 好像是一种 不受欢迎的 主 我们把自己 融入在你的手中 愿你对我们说话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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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放到第二堂的PPT好吗 不好意思 我落后的非常可怕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 阿们 我们 有多少时间 我们就做多少时间的事情 我们的第二堂呢 就是讲到 旷野干旱 导荷等候 弟兄姊妹 我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跟大家讲 不要浪费旷野 每个人都会有旷野的 不可能一个人没有旷野的 没有旷野不是 不是人的生活 我跟你讲 等一下你会看到 所有的人都有旷野的 一定都有旷野的 我们都知道要灵修 知道多少 但是我们都没有灵修 但是我们没有祷告 持续的读经祷告 很困难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我们主日回家 我们在两三个礼拜以前 有差不多22个日本的牧师 到台湾来访问 然后就说 台湾家会好合一 我们就几个童工接待他们 我就问童工说 真的这么好吗 他说 你看 所以我们到各教会去看 结果突然发现 我们就介绍这个叫RPG 就是祷告复兴 祷告小组 结果有两个牧师 突然就见证了 他说我们在日本 但不是阳光教会 是别的教会 就是说我们在日本 我们就主日去聚会 我们回家就不祷告的 哪里还有带孩子祷告 有一次我有机会 跟他们见证说 我们教会里面 有一个小组祷告会 带领祷告是12岁的孩子 他下面有几个祷告都是8岁到10岁的孩子 那牧师就吓坏了 结果这个带RPG也是一样 也有旷野生活 他一带完马上跟他爸爸讲说 我不干了 太难了 然后下个礼拜时间到 爸爸RPG又到了 所以你看有许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在灵修 我们在各种的事情上 我们都有需要的 我们精疲力尽 连睡觉的时间不够还要安静 所以当我这次知道 刘牧师师母讲到说 我们真的好同情阳光教会 你们是一波一波一波 好多人来 我们走了还有一波来 所以我常常 今天早上在祷告说 主啊 阳光教会是精疲力尽呢 还是什么 神居然跟我讲说 阳光教会是趁热打铁 阳光教会是趁热打铁 因为神在这里要做很奇妙的工作 所以一定要经过干旱 不经过干旱是没有办法的 还是一样 我们刚刚看都不念了 所以我们不上胆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 内心是什么 就是inward man 就是我们里面这个人 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所以一个叫自占自卿的苦楚 一个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所以这些怎么会 从自卿自占的苦楚 变成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 因为没有浪费旷野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跟我讲说 请你为我祷告 我平均每天差不多八点半到早上十点 一个半小时的时候 我是在祷告时间的 因为早上的主餐已经过了 跟妻子一起祷告的时间也度过了 每天半个小时 读尽的时间也过了 有一个半小时专门来祷告 有时候用方言 有时候用悟性 为许多的需要祷告 为许多的代祷事项祷告 有时候人讲说 请你为我祷告 我为人家祷告 要是你们知道的话 他们年轻人现在也知道 不一定要找我祷告 我说主啊 你给他遇到这个困难 一定有你的美意义 如果没有达到你的美意义 你不要把这个困难拿掉 要找我祷告要小心喔 因为每一个困难 神要给你恩 阿们嘛 每一个困难不会白白的 我常常看到很多年轻人 我很痛苦的 他又要学了80% 90%的功课了 突然转机了 他就回来了 所以我常常喜欢讲 我说你是痛苦的时候 跟神比较亲近呢 还是成功的时候 跟神比较亲近呢 他们都说 我们是痛苦的时候 跟神比较亲近 我说那神如果爱你的话 给你痛苦啊 是给你成功的啊 没有人讲话了 神爱我的话 让我痛苦以后 就亲近神 就蒙受祝福 然后没有再有痛苦 而是把这个祝福带给别人 阿们嘛 所以我常常看到 年轻人 我就觉得说 好像那个笼子里的老鼠 在追自己的尾巴 在追追追追追追 一下痛苦 一下神又给他丰盛 一下丰盛又骄傲 又痛苦 然后又祷告 又丰盛 转来两三次以后 一辈子没有了 可惜的 不是说我们学不到功课 我觉得可惜是 我们浪费时间 时间是神给我们 最宝贵的一个礼物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每天 忙碌 干旱 无奈 在修道院当厨子 就是大姐公司 刚刚讲的 这个劳伦师 每天要负责 两百个人的膳食 我觉得 阳光教会 现在也负责 两百个人的膳食 哇 你们的劳伦师也很厉害 他就操练每个时刻的 叫做与神同在 那本小册子 希望你们能够有 在台湾有卖 福音书房的 其实 你十分钟 我相信十五分钟 你一本册可以看完 但是不是看完的事情 你回来 咀嚼这个里面的肥肝 你会发现 为什么他的看见 跟我的看见不一样 所以是历世历代一些 灵修的生活 我也没有跟大姐讲好 我也想到这个劳伦师 也有讲到与神同在这本小册子 所以为什么摩西四十年在旷野 为什么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 你有没有去思想这个事情 你知道摩西四十年在旷野 因为他在皇宫里面长大 他在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念书 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 但是当他四十岁的时候 他要有心 带以色列人离开法老的统治 所以为什么 他看到他的弟兄被欺负 他不能埃及人打死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要把他的弟兄 从这个重恶里面要救出来 所以他四十岁的时候 他相信 我可以 他在我能的时候 四十岁 到了旷野磨了四十年 我等一下 以后可能好像我等一下有 你知道为什么神要花四十年的 因为我们人太顽固了 你知道我们的个性 神要花多少时间 把我们磨掉吗 但摩西在四十年以后 他心灰一冷 所以神叫他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 他说你找别人去了 我已经没办法了 我年纪大了 我左口喷舌了 以前他觉得他是最厉害的 我能 经过四十年变成我不能 一直到我不能 神才要用它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觉得还能的话 说 游泳池里面救生员 你一定学到一个功课 游泳池的救生员 是他们看到 有人在那里 要淹水 要淹 要沉在水里面 大声呼叫的时候 通常好的人 是要去的 因为救生员马上跳下去 这个人就是碰到什么都抓 所以救生员就被他抓下去了 搞不好 救生员也就殉职了 而是他看到这个人 救生员一下去把他抓上来 所以当我们承认 主啊我什么都不能的时候 反而是神要用我们的时候 所以旷野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不要浪费旷野 不要浪费旷野 其实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 就是说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来 从我到旷野 暗暗地到旷野去歇一歇 旷野是歇一歇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圣经 那段圣经里面讲到的 就是说 旷野什么都没有 旷野却是休息的地方 我们有做过大胆的尝试 这年轻人最受不了的事情 不只是安静等候神 大姐牧师说 我去当神的跑腿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叫我安静 结果我们的安静很厉害 进门的时候 大家把 进来 我跟你讲 一坐下来 马上摸不到手机 好像 没有魂 我们真的 你不相信 你试试看 你不相信 你试试看 我们把手机 我们以前在 consulting公司 要开会的时候 讨论是一个 未来机密的事情 我们是手机 放在外面的 K个名条 就是这样 所以 旷野歇一歇 我跟你讲 旷野没有信号的 所以你带手机也没有用 旷野也没有WiFi的 也没有用 我跟我太太这三个月 住在一个小地方 我那里没有WiFi 我那里没有电视 我们两个亲爱的不得了 这叫去旷野歇一歇 所以 还是一样 我们里面的力量 必须 刚强起来 所以为什么 耶稣要门徒 暗地地去旷野歇一歇呢 因为往来的人多 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所以旷野在圣经的里面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你知道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摩西 大卫 保罗 都有情况 保罗的旷野生活 我觉得最有意思 因为那是 保罗的旷野生活 是耶稣复活 耶稣来以后 所以耶稣来以后 耶稣不是把生命赐给我们吗 耶稣不是把许多的能力 赐给我们吗 但是当保罗得救以后 他到阿拉伯的旷野 多久 三年 在这三年 他蒙到圣灵的启示 所以他说 我去旷野 这三年 我没有与其他的门徒商量 他就直接到旷野 领受神的启示 所以 在这里面 耶稣是最明显 旷野的榜样 因为在末后的世代 当耶稣被圣灵 吹逼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 我们回头来讲 但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要再靠势力 不要再靠才能 当彼得在使徒信山 行了第一见神迹 就在美门的门口 叫那个瘸腿起来行走 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耶稣把这个瘸子留给彼得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这圣殿是美门 当他起来行走 你都知道 这个就在美门在那里 跟人家要东西的 生来瘸腿的一个人 耶稣一年 要进耶路撒冷多少次 耶稣要进圣殿多少次 耶稣看到他 难道没有想到他需要医治吗 所以今天要学 弟兄姊妹 我们不但有独特的器皿 不但我们有独特的任务 不但有独特的价值 我们其实神给我们预留许多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里讲到说 耶稣 彼得对他说 金和银我都没有 我奉纳撒勒人 耶稣的名怎么样 叫你起来行走 阿们吗 所以有一次 比利克林去看教皇 这个教皇就把 梵蒂冈所有的精灵都给他看 他很感触地说 哎呀 比利克林弟兄 我们今天不能够再说 金和银我们都没有了 比利克林跟他讲说 可是你也不能够讲说 我奉纳撒勒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如果我们看到金银 你看 他看到 我们不能再说 像彼得 因为彼得是他们所称的 第一任教皇嘛 所以彼得说那句话 金和银我都没有 今天我这个教皇 我不能再说金和银都没有 我这里都是金和银 但是比利克林说 你没有圣灵的能力 为什么 因为旷野是关键 旷野绝对是关键 所以我们在旷野干旱 祷告等候 我觉得是一个 旷野是磨练我们祷告的时候 当然旷野也有读经 旷野有许多的灵修 但是旷野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的祷告 会来得比旷野更迫切的 我们的旷野有许许多的情况 我们又把它转到我们的 这个圣经的经文的里面 所以第二个信息 我们讲旷野干旱 我可能讲一半 我们9点45就会结束 所以说在旷野的干旱 在祷告的里面 我们究竟在祷告里面 我们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看到没有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跟着耶稣三年半的时间 耶稣行的神迹多不多 大不大 美不美 不妙 真的没有话讲 可是门徒没有来讲说 耶稣怎么样做这个神迹 怎么做那个神迹 他们来只求耶稣怎么样 教我们祷告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你把我的那个经文 如果有经文的话 那个版本把它列出来 所以说 一样我去揣摩神 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记载 但是我会觉得假如我是门徒的话 我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耶稣行神迹跟我们不一样啊 我们现在为这个事情祷告 我们要进食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有许多的事情 然后我们要说奉耶稣的名 要怎么样怎么样 也就是说 起来吧 他就起来了 也就是说眼睛开了吧 他就开了 他说你拿着你的褥子走了吧 他就拿走了 所以门徒看了以后 大大感到惊讶 就会想到说 他们说耶稣为什么 他们发现一个秘密 天未亮耶稣就到 清晨耶稣就到旷野祷告 所以耶稣自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只有看到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 什么意思 人子 子不能自己做什么 我有看到父的子也照样做 就是说子不能做 是看到父我才能做 这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 然后另外 子看到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 这是一个质量的事情 父做百分之百 子也可以做百分之百 所以说子不能靠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有看到父所做的子来 才能做 这是一个能不能的事情 第二个 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 是一个整个quality的事情 所以他发现 耶稣就到旷野去祷告 所以他发现 这是我揣摩的 他发现 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 因为他每天清晨 他就去跟神祷告 耶稣的秘诀在祷告 耶稣的恩赐 在祷告里面发挥出来 所以 门徒来到耶稣那里说 夫子 请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 所以 可能门徒觉得说 我只要像耶稣能够这样祷告 我就能够活这个 像耶稣这样做的事情 所以 旷野里面有了旷野的疲惫 旷野的反思 和旷野的炼境 我们从这三个就可以知道 我们在旷野的时候 我们是会疲惫的 我们在旷野的时候 我们会去反思的 人 很奇妙 人是一个反思的动物 人跟万物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人会反思 这个英文叫reflection reflection就是好像在镜子上面 会造出我们自己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 我们要是好像人照镜子 一走了就忘 就是说我们如果太忙的话 我们没有时间照镜子 甚至坦白讲 姐妹现在照镜子的时间也比较少 因为太忙了 所以很多手机上都有一个镜子 没事在车子上用手机照照镜子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在反思的时候 其实是神在我们里面的灵 苏醒的时候 我们反思的能力 不是我们自己天然人能做的 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那里面的人 要刚强起来 他第一个从反思的里面来开始说 然后有炼境 然后就有等候 所以我们念第二 我讲第一节 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了 就是我刚刚有讲到 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 就被逐出伊甸园 因为他讲到说 神就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因为如果犯了罪 得罪了神 因为神说 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虽然亚当夏娃犯没有死 但在神的眼睛里面 他们已经死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如果到花园里面 把一个含苞带放的玫瑰花 剪下来 放在花瓶里面 他还是会开花 但是他是活的呢 还是他是死的 亚当虽然没有死 但是神说的话 句句都不落空 他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那个死是属灵的死 也许他的魂 也许他的体还活着 所以为什么 神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因为当你的灵死的时候 你必须有灵来把你救活回来 所以耶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过来 因为耶稣是唯一道成肉身 耶稣没有罪 今天我们就不多说这个 但是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疲惫 我们来念这段圣经来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 就叹喜哀求 他们的哀声达到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殿 祭司叶特罗的羊群 一日领阳往荒野地去 所以这里讲到说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 就叹喜哀求 他们的声音达到于神 神听到他的哀声 就纪念 然后他跟摩西说 我下来要拯救他们 脱离埃及人的手 弟兄姊妹 圣诞节那天就发生了 不只是耶稣来的时候 我称那天就叫圣诞节 因为神说 他们发的哀声 我实在听见了 他们因都公所做的挟制 我实在看见 他们的哀声我实在听见 我下来是要领他们到流奶余蜜之地 那个我下来就是圣诞节 神不下来 人没有希望 所以从埃及地的哀声 一直到耶稣的来 这段时间 神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神在预备其名 等候约瑟 等候玛利亚 如果你去念 马太福音第一章 从亚伯拉罕 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什么 然后到什么时候 亚伯拉罕到大卫 多少代 多少代 十四代 阿们 然后从大卫到贝鲁 多少代 十四代 从贝鲁到耶稣诞生 十四代 我这个是从亨利 葛洛法的信息里面 谢谢碧玉 谢谢George长老 在葛洛法牧师的分享 我实在很大的触动 他说他去研究 Geneology 就是研究人类学 或者动物学 他发现一个血统要纯净下来 最纯净的 要经过十四代的纯净的血统 一直传承下来 到第十四代才是堪称 因为以前有什么 什么纯种的牧羊犬 有没有 有各种纯种的什么什么 那个Henry-Gloffa 我只能套用他的话 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跟知识 但他说 从一个所有生理学里面讲到 一个血统要被磨磨磨磨磨 要十四代成为一个纯种的 所以为什么在 从亚伯拉罕开始 因为亚伯拉罕要成立一个国 这个国神要把它成为一个器皿 所以神就说神要磨练 磨练再磨练 所以在旷野中是有一些疲惫 在旷野的里面有一些的哀声 我们看下一章 我这个帮忙一下 所以在旷野里面有疲惫 但这个疲惫里面我们一起来念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 恳守祂的诫命不肯 祂要苦练你 认你饥饿 将那阶主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 使你知道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所以这里讲到说 神是要苦练你 神要试验你 我们讲到十四代 神为什么十四代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我说这里也十四代 那个十四代 那个也十四代 我知道神不会乱把这个十四代 没有什么意思的 我一直不明白 一直有一天我听到 亨利老牧师他所说的事情 我觉得神有他的一个安排 一个计划 所以这里讲到四十年 中国人也讲 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 避嫌苦其心智 劳其心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行福乱其所为 争议其所不能 所以动心忍性 争议其所不能 我们都不错 中文底子都还可以 所以再下一章 所以旷野的疲惫不要浪费 但是旷野需要反思 旷野绝对需要反思 你看念第一节来 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 做了这诗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用什么 只有旷野才会干旱 只有旷野 要是你一天到晚 你旁边都是纯净水 都是旷泉水的话 你不懂什么叫干旱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对神的那种渴慕 像大卫在旷野的时候 他才能够写这首诗歌 然后他这个 我们刚刚已经念了 就是说这四十年 我们的鞋子没有穿破 衣服没有穿破 鞋子没有穿坏 神要管教我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 不要浪费旷野 我知道我们在旷野是非常痛苦 非常的疲乏 但是你放心 当有一天 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让我们出旷野 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 我们薪水实在很少 但是很快乐 在教会里面服侍在美国 薪水不多 两个人一部车子 然后发了薪水 第一件事情把薪水拿出来 当作赶快拿去奉献 所以我们每个月 几乎到最后都是有惊无险 或者说 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度过 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讲说 这次我们有特别的开支 所以到最后真的没有钱了 薪宝怎么办 祷告 主啊求您帮助我们啊 主啊我们的钱 就看到钱 马上没有了 我说主啊 主啊这次是真的 我以前说不够 其实还有一点 可是这次主啊 这是真的啊 你看管都没有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天上也没有掉黄金下来 结果我们还是一样开车去聚会 因为我们要去聚会 因为我们教会是在两线嘛 所以我们 跟日本不一样 我们是靠右走的嘛 要左转 所以我们要停在那里 等那边车子过了我们才能向左转 所以我们一停 我刚一停 后面 蹦 撞了我的车子 我吓一跳 赶快下车过来看 那看到呢 我那个车子满撞的是福特的车子 那后面挡泥板 凹了一小块 那但是美国大家都很礼貌 他把他的保险公司给我 我把我的保险公司给他 我们早上去聚会 人车平安 去了礼拜天 礼拜一 我们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礼拜一下午 我把车子开到保险公司 你去估价 美国的规矩是这样 你把车子放在那里 他帮你修 修完了之后 修的期间 他给你一个带用的车子 然后你就拿这个车子去 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然后那天我拿去以后 这估价的保险公司说 哎呀石先生非常抱歉 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车祸特夺 还有我们已经没有车子 可以再派出去了 你这个还可以开吧 我说可以开 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 我说挺好的 有没有什么 我们觉得担心 会不会再出车祸 万一这是我们的不对 我说没有问题 我就昨天叫我开车回家 我又去买菜 又去干什么 所以今天白天 我又开到你这里来 他 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 我说可以啊 他说 你自己去修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真的刻满了 我说可以啊 那你跟我家到哪去修啊 那他们给我一个车子啊 他说不 我们给你850块钱 我那个时候 850块钱 是照我两个月的薪水啊 那一个月的薪水 一个月的薪水 850块钱 结果他说你自己去修 我说好 开张支票给我 有没有去修 没有去修 我每次看到那个车凹了一块 然后我就说哈利路亚 感谢主 你的供应是奇妙的 听众姐妹 只有经过旷野 你才知道神的大能 只有旷野 你才会觉得 有玛纳会掉下来 这个经历太多太多了 当我大学 我大学重考 因为我觉得我大学没有考好 所以大学那一年 因为我念到圣经说 你要做拿西尔人 我信主那年六年了 我说第七年是喜年 我这一年要去重考大学 所以我要做拿西尔人 我就到很多 那时候我家里住在台中 我们到东市去 要坐两趟车 要搭车 要搭一个半小时 反正我就照我自己身 给我感动 到那边的教会 带领那边的青年团契 我父亲不喜欢 说你们不念书 去带教会干什么 所以我用自己的钱 去回来 去了一阵子 有一天我知道 我的零用钱没有了 我就跟神道话说 我是拿西尔人 拿西尔人就是归耶和华为圣 我不跟任何人讲 不跟我爸爸讲 不跟我妈妈讲 不跟我牧师讲 不跟任何人讲 所以用完了 就表示说 你是老大 我没有钱了 我就不来了 我跟你讲清楚 你不要听不到 我就跟你 我跟你讲 你要跟神撒娇 你要跟神对话的 因为你跟神对话 神知不知道 神当然知道 可是你一讲出来 孩子一讲出来 妈妈知道 我要iPhone 都OK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 所以那天 我觉得心里特别沉重 我通常是 礼拜五的早上去 礼拜一的早上回来 所以我礼拜五的早上去 到了礼拜天聚会 完了以后 我有点像耶稣在耶路撒林 我就看圣殿所有的事物 我在那边看 我就说 主啊 我下礼拜晚能不能来 心里蛮多的感触 我在教会里面 我就跪在祷告点里面 我在那边祷告 我说主啊 我感谢你 至少我大半年的时间 来带这边的青年团契 跟他们一起 我们打球 我们一起聚会 读神的话语 我下个礼拜可能就不回来了 也不能回来了 主啊 愿你自己带领他们 保守他们 我一面祷告一面哭 牧师突然跑 哎 师弟兄 师弟兄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 有一件事情我要找你 我说什么事情 他说今天奉献 现在要收到一个信封 也不知道是谁的 是现金上面写的说 奉献给师弟兄做车费 然后署名是耶和华以乐 我看你我就哭了 我说主啊 我这么小的事情 你都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珍惜你的旷野的生活 所以我要鼓励你啊 我的手机里面 这些事情都是记录在 我也有一个册子 我记录在我的手机上面 我手机上面 有上百个这样子的见证 当有一天我就说 主啊 你在哪里的时候 神说我在你的手机里面 所以我就赶快去看 我就觉得主啊 你在我的手机里面 你在我的心里面 我们低头祷告 天后上帝 我们感谢你 旷野是难过的 旷野是干旱的 但是旷野是你显慈爱的地方 主啊 我们四十年 我们衣服没有穿破 我们鞋子没有穿坏 我们成为一个 焚而不悔的经济 我们要成为一个见证 在世人面前 成就你的见证 主啊 把我们阳光教会 所有的弟兄姊妹 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啊 你自己 再来做更奇妙的动作 再做更多的带领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真是羡慕一件事情 就是来等候你 一切的赞美感谢归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好 好 谢谢观看